這間樂壇新進組合的威力的確非常之厲害 未出碟就已經舉行巡迴演唱會 說的是Superband他們 來到香港舉行兩場演唱會 當然他們四個感受歡迎 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是獨當一面的大哥 由李忠誠、周華健、羅大佑 和張鎮樂組成的Superband 在台北小巨蛋開完歌唱之後 將舞台移私到香港 一樣禁受歡迎 這天他們完成演唱會之後 舉辦了個慶功宴 他們四個都是來自台灣樂壇的大哥大 有這麼多年演出經驗 演唱會應該駕輕就熟 誰知道他們說最擔心的 原來是香港觀眾的反應 所以他們做一番 結果沒有啊 76那天就很瘋狂啊 今天也很瘋狂 今天只是我們比台下觀眾更瘋狂而已 沒有 有點大出意料之外的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啦 因為其實我們四個家才 把平均年齡要平均一下 就你呢 大家發現到就是在香港一個觀眾 其實螢光棒是特別少 其實平均年齡在 尤其在坐在台下 是大概40歲 應該有 以上應該有 平均年齡 不會拿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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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歲了 35歲了 出道這麼久 就紅足這麼久的華健 唱功了得又用什麼我說 只不過他不記得歌詞的功力 亦都不弱的 所以每一次演出 都要助手拿著大大隻字的歌詞 在鏡頭後面提他 不過這次就不同了 因為李忠勝大哥比他更加厲害 大家都有 對 不止他 是不是兄弟 是兄弟 Superband的四位成員 在娛樂圈打滾了這麼多年 當然認識到不少好朋友 每次來到香港開場 身為朋友的 又怎麼會不支持他們 林欣賞我們要謝謝他 我們在台北演出的時候 他也送了花來 然後在這裡透過這個機會 特別謝謝 對 欣賞美媚 欣賞美人 那這一次香港 他買了很多票 他請了很多朋友來 再次謝謝他 台灣來了還有張新芳 也買了很多很多的票 而且好像買晚了 所以位置不是很好 那今天現場來了很多很多人 很多名人 都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為什麼不找他們相談去 更加電視場 我不行 我們不能加女孩子的 女孩子一來就亂了 女孩子啊 我們四個就很難分了 是吧 對不對